好,那请大家看到《入中律上显秘义书》 第三页道书第二行 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二个科判 第二个科判呢就是 是理尽 是呢就是解释 理尽 那解释什么理尽啊 就是 译者的理尽啊 译者就是翻译入中类的这本书的译者 这本书的译者呢是八草路沙瓦 就是八草大仪师啊 他呢就是在正文的这个前面呢 所以呢在翻译正文的这个前面啊 都会鼎领诸佛菩萨 或者是鼎领文殊菩萨 或者是鼎领一切便知 就是有这么三种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 上显秘义书啊 顶领妙吉祥者 是先法王之一致 我好像 上显秘义书好像写 法先王之 对不对 法先王 那先法王 应该是先前的法王啊 以此论为圣意 阿比达姆宣说 慧学为主故 那鼎领慢疏 势利童子啊 这个就是在 什么 嗯 鼎领维书菩萨 那这一句的话呢 为什么要 鼎领维书菩萨 那所以呢 就是说 此文是义者 为了说明 此论是属于三藏当中的 主要显示通达圣意 增上慧学的论藏 以此论为圣意阿比达姆 圣意阿比达姆 在这里指的就是通达空性的慧学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的话呢 当然是主要就是这本书 说明它是三藏当中的论战 第二的话呢 而随顺先前藏往所制所定的这个制度 所以呢 在翻译此类前 鼎领维书菩萨 这本书菩萨的一句什么呢 就是礼藏 李静伟 那又叫做什么 有些书本呢把它翻译成 就是义领 义领呢 就是义者在翻译此文的正伟之前 顶领的就是这样的一句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简单的一个就是西藏的历史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句嘛 就是 是先法王之一致 对不对啊 它是怎么 什么时候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根据呢 西藏的历史记载 在西元 七百五十五年 也就是八世纪嘛 对不对 就是第三十八任的藏王 吃松得藏 吃松得藏的话呢 他出生的时间应该是 七百三十 七百三十年啊 那七百三五十五年的时候呢 他就是上任这个藏王嘛 那他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 就是说西藏历史上是佛法最深信的 就是深信的建立一个时代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就是 吃松得藏的话呢 他从印度啊 邀请了精密论师 就是莲花界大师的 就是师父啊 那然后又邀请了莲花生大师 那当时呢就是说吃松得藏 还有呢 还有呢 金密论师 那出家呢 那出家传授了别解脱 就让他们出家 在七藏的话呢 就是建立了佛法的根本生团 那然后的话呢 那在他的这个时期啊 就是国王呢 还有盖了西藏的第一个寺院 就是三叶寺 那三叶寺呢 当然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盖他 也就是说 啊 当时的话呢 嗯 金密论师的话呢 就是啊 希望在西藏呢 用自己的语言啊 可以翻译好多的就是经书嘛 所以呢 就是要盖一个寺院 然后在里面呢 就是安排这个什么 建立这个什么 就是易经 易经的这样的团体啊 就是所以呢 盖了这个商业寺 啊 就说呢 这个商业寺的话 在西藏是第一座 就是寺院 啊 特别的古老啊 然后呢 在啊 就是 师君三尊的这个领导下呢 啊 带领下开始呢 在商业寺里面 大量的翻译 经典 还有呢 论典啊 那就是说当时呢 最有名的 有三位艺师 那他们呢 个别呢 叫做啊 啊 就是 啊 就是 啊 还有呢 啊 啊 诸如 哦 颠监钱 啊 诸如颠监藏 意识 还有的话呢 嗯 嗯 详以戏的 详和 这个中文呢 就是详和夜邪的意识 那这三位呢 简称为 嘎 咎 三位 大意识 就是特别的有名 在他的这个时期的话呢 据说是有好多的 就是这个意识 好多的意识 但是呢 这三位就是特别的有名 那在有一次啊 赞王吃送提侦 还有呢 三位大师一起 打对这个翻译 经书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赞王呢 就是为了三藏 做出明确的 建立一个区分呀 所以呢 对当时的意识们 定下了一个制度 什么样的制度呢 就是任何的意识啊 在翻译任何的经典的时候 如果自己所翻译的 这样的三藏当中 所翻译的这个书呢 三藏当中属于绿藏的话 那为了说明自己翻译的 这个典籍是绿藏 所以在翻译内容 正文的这个前面 必须要鼎领一切变质 一切变质呢 就是那佛的名词嘛 佛的名词啊 那为什么在绿藏的正文的前面 要鼎领一切变质呢 为什么要这样制定啊 因为绿藏的最细微 最细微的这样的 这个界的所权的话呢 只有佛才能如实的现前通道 佛他自己制定的嘛 对不对啊 那当然呢 这些啊就是啊 那微细的细微的 有一些这个啊 界的内容的话呢 佛才能知道 那一般的啊 就是和三圣的这个不特结论呢 完全没有办法如实的了解 就是这个界的这个所权 所以呢 在界藏的这个翻译正文的 这个内容的之前 必须要鼎领 就是一切变质 说明接下来翻译的内容 就是属于什么呢 三圣当中的绿藏 这样的一本书啊 那如果呢 所翻译的属于是金藏的话 那为了说明 此典记呢 是金藏 然后在翻译的内容的之前呢 就是必须要鼎领一切诸佛菩萨 我们知道 现观专业类啊 现观专业类的最前面呢 它有一个什么 就是它的书名的后面 正文的前面啊 就是有一个顶领诸佛菩萨 说明什么 现观专业类这本书呢 它是属于三圣当中的 什么金藏 那为什么金藏呢 就是要顶领诸佛菩萨呢 因为去增上定血的 不特其罗主要是 佛菩萨 那如果呢 所翻译的这个书 是属于三圣当中的 论赞的话 那为了说明 词书呢 就是论赞 所以呢 在翻译内容的这个前面 必须要顶领文术菩萨 因为文术菩萨是智慧的本尊啊 好 那讲到这里啊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说 就是三圣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都 就是知道呢 如果这本书的最前面 它顶领的是 诸佛菩萨的话 那这本书呢 它就是属于三圣当中的 金圣 那如果是顶领什么 文书菩萨的话 那这本书呢 它的内容当然是 御学 那这本书呢 当然是属于什么 就是论赞 就是主要说 理论的这一个内容嘛 对不对啊 那讲到这个会赞的时候 会呢 不仅仅是指 我我和空性这样的 它的范围呢 就是有 二地和四地 四地上面的 十六种形象都有啊 那如果是书 这本书的最前面呢 它有顶领啊 就是一切片质的话 那说明这本书呢 属于三藏当中的 绿藏 那这次我们学习的 这个中文版的 入中瑞啊 这本书的话 原本西藏的大师 就是巴操大一师 它是从范围翻译成中文的 那三藏当中呢 属于论赞 所以呢 在正文的最前面呢 会顶名文书菩萨 那为了什么 第一呢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明确的 可以认知 它是属于三藏当中的 哪一种藏 第二的话呢 就是为了 因为呢 就是 顶领文书菩萨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能够增长自己的福德资连 消除翻译的 各过程中的 所有的障碍 顺利的圆满翻译 好 那然后我们 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 基本上是建的 也没有什么 那然后呢 甲三 是论意 分四 解释啊 正文 分为四个科判 一一 造论方便 先生理共 一二 正初所造 论题 一三 如何造论之法 一四 回向造论上根 又分为二 秉一 总账大悲 秉二 别离大悲 经初 就是啊 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科帕 这个科帕没做解释啊 好 那一一的话呢 造论方便啊 就是说 敌礼的这个部份嘛 入中论 这个离赞尾 那然后第二呢 就是正文 第三的话 秉三的话呢 如何造论之法 那第四的话呢 回向 那首先呢 这个离赞尾呢 把它分为两个科帕 两个大科帕 第一的话呢 总账大悲 第二呢 别领大悲 那总账大悲啊 总账大悲的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 月轻论师的话呢 就是在离赞的时候呢 他离赞的对象呢 没有其他的 就没有其他什么诸佛菩萨 这样的 没有啊 只有大悲心 就是离赞的这个对象 就是只有大悲心 那这个大悲心的话 他离赞的时候呢 从两个角度来离赞的 第一呢 就是总离赞 总的话呢 一般来讲 大悲心呢 就是有三种嘛 对不对 有三种的悲心啊 但是呢 首先呢 他是不分开的 就是一个总体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 什么离赞这个大悲心的 那在总体的角度来 离赞大悲心的时候呢 也是从两个方面的 第一的话呢 大悲心是三成一切不特其裸的根源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离赞 大悲心 然后第二的话呢 大悲心呢 在大圣菩萨的这个所有的道的阶段呢 也就是说 初中后 它都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初或者是中或者是最后啊 就是很重要的间谍一个角度来呢 就是啊 什么离赞这个大悲心 然后第二的话呢 就是别 就是个别的离赞大悲心 因为呢 大悲心有三种嘛 就是各自的就啊 就是啊 离赞这个悲心 那首先的话呢 经出未令误入中观论 这个就是啊 中论啊 故约称论是造入中论 非但不得已于论所离 所所离身为独觉 为理共之境 就是离赞的这个对境 即角之诸佛菩萨 亦因先 藏诸佛最初圣因 救护生死老狱所系 一切五一有情为相 因为国名号称佛母之大悲心 为贤此不说声闻等二诵 那我们现在啊 手里面拿的这个中文的课本呢 没有最后的这一句啊 就是 为贤慈故说 后面的这句就没有 那藏文里面呢 有建议就后 就是为贤慈故说 声闻等二诵 藏文的善行秘书里面就有这一句啊 好 那看一下讲义啊 所以呢 为令物入中观论故 月称论时造入中论 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啊 为了所画以身观连种所谓的方式去入中论 而造入中论的作者 月称论诗呢 他就是只是在这样一个表达 那他 那他 理赞的时候啊 理赞的对境呢 会有哪一些啊 所以接下来呢 就会讲 非但不得已 于论所灵 身为独觉 为离共之境 他呢 不但在 不但呢 在 其他的这样的 他所造的论中啊 所理赞之境 比如说身为还有呢 独觉嘛 对不对啊 就是说 呃 月称论诗呢 他所造的有些书本里面呢 好像就是有 在理赞文的时候呢 理赞了这个身为独觉啊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没有把这个身为独觉 作为理赞的这个对境 那然后呢 极脚之诸佛菩萨 这个什么意思啊 而且呢 比自所造的其他的论中 所理赞的诸佛菩萨 还要从更多的角度来 理赞之大悲心 是此论者所理赞的对境 那 他所造的有些书本里面呢 就是 也有什么 在理赞的时候呢 他有理赞 就是诸佛菩萨 但是呢 没有比在这个地方 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 从更多的间谍的角度来 详细的 对不对啊 就是理赞大悲心 没有见的 那总的来说的话呢 阅身论师的话呢 在 入中类的这个 理赞的对境里面呢 不仅呢 没有 什么 就是 身为独觉 也没有诸佛菩萨 那只有大悲心 那在理赞的时候呢 在其他的这个书品里面 诸佛菩萨 理赞呢 还要 从更多的间谍的角度来去理赞的 所以呢 几角之诸佛菩萨 是这样解释的 那然后 一因先赞诸佛 最殊胜因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 也做一个直接的解释呢 但是呢 有一些智者呢 他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这一句的话呢 也就是说 一先什么 一因先赞终何罪书 圣因救护 生老 生死老 欲所欲一切 这个一句啊 他就是在讲 所离赞的这个对境的大悲心 是具有三种的差别 就是有三种的特点 那三种特点是什么 首先的话呢 就是因的差别 因的差别是什么 因先赞 不是啊 就是说 诸佛 诸佛最 出圣因 这个就是 因的差别啊 也就是说 诸佛菩萨 最出 殊胜之因 这个悲心啊 悲心的话呢 当然呢 诸佛菩萨的 最 就是 最最最前面的 殊胜的那个因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嗯 就是 任何的一个菩萨 他呢 进入这个大圣的话呢 必须内心 首先要升起这个悲心 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成为大圣的菩萨 我们不要说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没有大悲心的话 那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什么 就是大圣的这个门啊 所以呢 如果呢 呃 就是 蒙威 普特 佛菩萨 他三续当中 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呢 那 他的三门 所做的 这些业的话呢 不可能是属于什么 大圣的 上根 不可能属于大圣的这个上根啊 也就是说 不会成为 就是 一切变质的这个因 不会的 那如果呢 呃 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已经升起了大悲心的话 那从此呢 自己所造的这个 这些上根呢 都是属于大圣的上 就是大圣的上根 大圣的方便或者是智慧 你修 修智慧的话 那这个属于大圣的智慧 修这个方便的部分的话 属于大圣的这个方便的这个 啊 就是福德基敛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就是什么 最初殊胜的因 意思就是说 有了这个大悲心的话 那三成的所有的 世间或者是出世间的 所有的这些功德呢 都会自然的啊 都会自然的啊 升起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升起这些 就是啊 什么啊 大圣的这个啊 所有的这些 道功德嘛 所以就是最初殊胜 那第二差别的话呢 就是所缘差别 所缘差别呢 在原文里面啊 就是 生死老欲所系 你一切五一有情 这就是大悲心的所缘啊 大悲心的所缘呢 他缘的就是 在生死当中啊 生死的轮回当中呢 就是 被这个生老病死啊 所遭遇的 遭难的 这样的一切如梦有情 这就是他的所缘 然后缘这些友情 那他的形象呢 会是怎样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救护为相 最前面的两个字啊 救护 最后面的两个字 为相 也就是说 想要 救护 所缘的这些友情 他就是一种 他就是一种这样的心态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叫做大悲心 所以呢 为了显示如此 具三种差别的悲心 所以呢 说一下身为的两个寄送 那首先第一个寄送的话呢 身为中佛 能完生 那 那 诸佛 父从菩萨身 大悲心于五二会 菩提心是 就是这一句啊 就是李赞尾 那 词中有二 丁一 明 大悲心是菩提之 菩萨之正因 这个正因啊 在 在 赞尾里面呢 就是 朱与旧 就是指的就是 主因 那然后 丁二的话呢 明彼 义是菩萨 于二因之根本 在这个地方 他讲到了 菩萨的三种的因 就是菩萨的三种的因 菩萨的这个三种因呢 就是说 我们 就是之前讲的那个什么 一生三法 第一呢 大悲心 就是 大悲心于五二会 菩提心是 佛子因 佛子就是菩萨的名字吧 对不对啊 所以 菩萨的这个因 有几个啊 有三个 大悲心 五二会 菩提心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讲的这个佛子 三因的这个佛子呢 就是指的就是 立根者的这个佛子 成为立根者的 这样的佛子的话 必须要先行 这样的三种的主因啊 大悲心 不要说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再进入这个什么 升起菩提心的这个之前 他必须要通达 就是五二 五二呢 就是说 嗯 就是空性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当他的相续当中 升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了佛子 从此呢 他就叫做佛子 或者是菩萨 那如果是对根者的话 他这个三因当中呢 三法当中啊 这个大悲心 必须要升起 但是呢 不一定升起这个五二会 也就是说 不一定有通达空性的 这个智慧啊 那他呢 首先大悲心 然后升起菩提心 进入了这个大圣的资连道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是学习这个空性 五五 然后呢 就是到了什么 大圣的资连 资连道资连品 中品还是资连品的时候呢 他才会通达这个空性的 那然后到了这个什么 加行道的时候呢 他对于这个空性的 会升起直观双运的三摩地 但是呢 这个立根者是不一定的 他在 未入道的这个之前呢 也有可能对于这个空性 已经升起了直观双运的 这个三摩地 因为他是这个立根者嘛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明彼义是菩萨与二因之根本 大悲心 不仅是菩萨的主因 而且是菩萨的三因当中的 其余的 也就是除了他自己以外 其他的菩提心和二五二会得 这样的连种因的根本 那这个理由的话呢 我们以后再讲 那然后呢 明二臣从佛身 二臣从佛身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写的这个 科帕 啊 藏文里面呢 他讲的就是 啊 你呢 啊 你呢 你 通往里几句 也就是说 你呢 就是身远从佛身 就是这样 身远和二臣呢 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最好把它翻译成什么 身远 明身远从佛身 那然后 悟二的话呢 明诸佛从菩萨身 悟三的话 明菩萨之三种真因 这个真因 就是主因啊 那经初从他为正教授 修行正德身为 就菩提果 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啊 好 那然后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科帕的解释啊 在此讲说 总里藏大悲心 有二 丁一 说明大悲心是菩提的 菩萨的主因 丁二 说明 比一是 菩萨其语的 二 无二会与菩提心 二则 因之根本 那初则呢 那初则呢 又可以分为 悟一 说明身为二 身远二则 从佛身 悟二 说明 诸佛 从菩萨身 悟三 说明 菩萨之三 三种的主因 三种主因的话呢 就是 一身三法 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补充四法当中啊 第一就是补充 一身三法嘛 那然后从这里开始呢 就是在讲 他在解释这个寄送的 李赞伟 李赞伟里面 第一句呢 身为中佛 能完身 身为 中佛的话呢 就是独觉 能完呢 就是佛的义名 意思就是说 身为和独觉 都是从佛 宣说佛法 而 生起的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这样的话 什么叫做 小圣 小圣呢 小圣的不特求了 为什么叫做身为 对不对 那忠诚的这个不特求了 为什么叫做中佛 好 那接下来呢 就会做 详细的介绍 经初从 他为正教授 修行正德 身为 不提果 第一个理由 能以此意令他为 第二个理由 顾名身为 我们看一下 讲说身为之意 为什么 小圣 小圣 不特 其 罗 称为身为呢 因为 第一个理由啊 因为他从 因为从 他处听闻 正教授 就是 正法 然后呢 修行这个正法 而获得 身为的 菩提果 这个就是第一个理由 也就是说 闻 闻的这个解释 那声音的话呢 他不仅有声音的 这个解释 还有另外呢 就是说的 这些女的内 所以呢 就是说 并且能以 所闻之 意力令他人 听闻 不仅是什么 自己从 他处 听闻 正法 而且呢 他能够 自己所听到的 这些 啊 什么 就是法译呢 讲给 就是其他的人 让他听 所以呢 就叫做什么 声音伟 那 啊 既然呢 他能够啊 就是 让 对方 听闻 听闻的话 那 啊 怎么听闻啊 他怎么 让 他人听闻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啊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原委啊 令他闻者 令他闻者 就是说 让他人听闻 怎么个听法 让他怎么听呢 如今说 佛经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句啊 所作一半 不受 厚有 等于 就是 这样的啊 就是 啊 他呢 会让 其他的 所画机 让他 听这样的一个 就是 佛语 对不对啊 这样的一个内容 什么样的内容呢 所作一半 不受 厚有 那 所作一半 所作是什么 当然呢 他从 佛 还有呢 啊 就是 其他的什么 就是上师 做下 听到的 所听到的 就是 身为 这些的 道的功德 对不对啊 比如说 方便啊 还有智慧啊 等等 这些内容 所作就是这个意思啊 指的就是这些 一半呢 如果我们就如实的去修行 能够成办的话 成就的话 那 说明呢 我们可以获得了解脱 那获得解脱之后呢 你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轮回的这个痛苦 不受厚以 厚就是来生 有呢 就是生死 有就是什么 就是轮回的名字啊 这个就是轮回 指的就是轮回 厚就是来世 有就是生死 所以说 你呢 就是按照佛所说 我所说的 这些 什么 佛经的道理 来去 如实的去修行的话 那你可以获得 解脱 这个时候 你再来生 再也不会有 生老病死的 这样的 就是轮回 不会有 所以呢 他就是 令他听闻的 就是话呢 就是这些啊 这个呢 只是一个例子嘛 对不对啊 那当然了 还有其他很多的 这样的 就是 对他人讲的 这样的 就是法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有人呢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好 那你身为这两次 这样解释的话 他认为啊 不对啊 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他说 那 三界当中啊 都有身为啊 对不对啊 有欲界的身为 色界的身为 无色界的身为啊 那色界和欲界的身为 当然呢 他们可以从 可以从什么呢 佛或者是其他的 座下呢 可以听 听闻这个佛法 然后呢 把听到的这些呢 让他人听闻 对不对啊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无色界的这个身为啊 他完全没有办法 这样做啊 那难道他不是身为吗 所以 无色界身为 虽无此意 然 不 不 不为过 这个就是 自宗的 回答 理由是什么 一有比敏 则 不必定有 别意 如 露生 莲花 亦有 亦得 有 水生之 你也 但他不是从水里面生起的 他是在陆地上 生起的 莲花嘛 所以呢 看讲业啊 有人 反驳 也就是说 你这个身为的 解释不对啊 你这样解释的话 那么无色界的 这个身为 有法 难道他不是 身为吗 因为他 不是从 他不能 从佛听为正法 并且呢 也没有办法 他 跟 对方 讲法 因为啊 无色界呢 根本没有这样的声音嘛 对不对 没有声音啊 你怎么去讲 也怎么去听 没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 自宗回答说 不周遍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讲的身为的解释呢 他只是一个 是名而已啊 是一个取名而已 就是鼻虽然是无意 但是呢 你有鼻名 则不一定有意 他有这样的名字的话 你一定有这样的含义吗 不一定的 比如说 如同陆地生长的莲花斑 虽有水生之一名 但非水生 故无故 这个水生的话呢 就是莲花的名字 莲花的名字 莲花呢 就是有很多的名字啊 就是莲花 然后呢 有时候呢 又会称为水生 那水生呢 当然就是莲花的 但是莲花呢 它都是水生嘛 但是不一定 从水里面生长的 对不对啊 那同样的道理呢 身为呢 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但是身为不一定啊 从他处听闻正法 然后让所化 听闻正法 不一定有这样的 就是情况 对不对啊 比如说五色节的身为 他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五色节当中没有神 根本没有神 怎么去讲法 怎么去听法 那然后呢 身为的这个第二个世面 身为呢 就是说 在梵语当中呢 就是 沙瓦钦 就是 沙瓦钦 一讯 文说 文是听闻 然后说 对不对啊 为他人说 那 他听的是什么 然后 说什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呢 也可以解释 身为的这个名字 那 听闻什么 然后他说的是什么 从诸佛 听闻成佛妙果之道 为大圣种姓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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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道者 说故 名于身为 在这个中间啊 就是要加一个什么 从诸佛 听闻成佛 妙果之道 但自己 完全不会 修耻 这样的法 但是呢 他会为大圣的 有一些 希求见的 大圣 道德 所化 他还是会宣说 这些法 所以就叫做 文说 对不对啊 那根据呢 就是 法华经 好 看一下讲义啊 又文 一词 翻语为 啊 沙 沙 罗 我家 是 文说之义 那为何 小圣 古特切罗 又称为 文说呢 文说也是 一个 圣伟的名字啊 为什么有一些 经典里面呢 就是 小圣呢 名为文说 因为呢 就是从 佛 做前 听闻成佛 妙果之道 并且呢 为大圣的 种信 希求 比道者 说故 名为 神为 如 什么 《瓦华经》 我等 经者 我等 经者 成 身为 文佛 言说 圣 菩提 父为 他说 菩提 身 事故 我等 同身为 是不是 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也是有 啊 这样的 什么呢 啊 两种的 理由 所以呢 可以什么 啊 嗯 就 就就就像什么 可以说是 四身为 跟身为 一样 有见的 连种的 理由 对不对啊 那连种 理由 是什么 连种理由 的话呢 就是说 从佛的 做前呢 听闻 成佛之道 第一个理由 就是稳定一词嘛 然后呢 第二个理由的话 虽然自己是不会 完全不会呢 就是 修行 这样的大圣的 就是 道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他会 为大圣的种性啊 所化 去说这个法 就是第二个理由 此文说之 二义 虽 二义呢 虽 菩萨与身为 都有相同的内涵 相同的含义 但是呢 但是呢 文说之义 其实 只属于身为 实际上 他指的就是 享受得 不特其裸 而不会 有这个什么 大圣的菩萨 虽然大圣的菩萨 和佛菩萨呢 都有这样的 连种的含义 和连种的理由 对不对啊 就是连种的含义 和连种的理由 的所在 但是呢 他们是身为吗 他们是文说吗 不是 真正的文说呢 就是身为 所以呢 法华经里面呢 就是说 讲到了 就是文说 建立的名字 指的就是 小成德普特其裸 他又有这样的 不仅是有 身为的建立 跟名字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说文 好 那自尊呢 在解释这个 词义的时候呢 那有人啊 就是说 因为有不同的 这个解释嘛 对不对 那有人呢 就是解释说 有说 就是有人说 第三句中 无圣字 没有圣啊 第二句里面 有圣菩提啊 第三句讲菩提的时候 只讲到菩提 而没有讲圣菩提啊 所以呢 故前句是大圣菩提 后是身为菩提 但书 这个书呢 指的就是 入中内自是 意不染 入中内自是的意去呢 不是这样的 那会是什么样呢 前者是大圣的菩提 自则是万菩提 行走之道 好 我们看讲一样 对词诵呢 有人说 就是第三句 五圣一字 故前句呢 前句是什么 就是 文佛演说圣菩提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菩提啊 他说的是大圣的菩提 那后面的这个什么 父位 他说菩提 这个菩提呢 他认为就是小圣 身为这个菩提 那宗大师认为啊 虽然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 月称论师的自是的意去 并不是这样的 那他的意去呢 宗大师认为呢 前者就是大圣的菩提 后者呢 就是 往菩提之道 也就是说 菩提之道 那然后呢 在做第二个身为的名字的解释时候 也就是说 在做这个什么 在这个地方呢 在做文说 这个名字的解释的时候呢 就是从两个理由 两个角度来做解释嘛 对不对啊 文是什么 就是从佛做前天为大圣的妙法 那说呢 虽然自己是不会羞耻 但是为大圣的所快会宣说 就是从这两种的理由来做解释的时候 那有人呢 就是跑出来又反驳 他是怎么反驳 就是 若为何者 菩萨虽亦从佛 听为佛道 为所快宣说 然 经说 身为 亦去 但说 彼道 而 自身 全部修者的缘故 说为身为 看解释啊 那有人呢 就是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在 有人在反驳 他是怎么博的 他说 你刚才做的这个说文 什么文说的这个解释啊 他认为的话 还是不对的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他说 那如果 这样的话呢 菩萨有法 菩萨是身为吗 因为你说的 刚才 文说的这个 连种理由 都 菩萨呢 都有具备啊 怎么具备啊 因为菩萨呢 一种佛 听为佛道 并且为所化宣说啊 这个连种理由 都已经具备了 那他 他也是身为吗 那自从说 不周变 在这个地方讲的 从佛座下 听为佛道 并且 而为所化宣说 这个呢 就是说 身为呢 只是听为佛道而已 全无羞耻 他不会修这个 大圣的这个法 不会去修啊 只是跟所化宣说而已 所以称之为 文说 对不对啊 那意思就是说 故无过 意思呢 因为世界呢 所以啊 菩萨 不会变成身为 因为菩萨呢 他虽然呢 就是从佛前 听为佛道 也 为所化宣说佛化 但是呢 他是 听到的这个佛法 他就会如实地去修行 对不对啊 不像身为那样 只听 但是他不会去修 不是这样的 身为就是只是听 而不会去修 所以菩萨呢 他不会变成这个啊 身为 那 这个词意的话呢 我们就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做一个解释啊 就是我想快速的就是 把它 跟大家讲 就是快速的讲 因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啊 今天讲的呢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名字啊 就是一句 一句嘛 也就是入中令大树的身为 那还有中佛 还有能人 都要去讲 那然后身为中佛 他是怎么从菩萨 从佛生的 对不对啊 那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身为中佛 能人生 能能晚生 诸佛父 从菩萨生 大悲心 于五二会 菩提心是 佛子 因 主要呢 就是 再说明一点 关键的是什么 三层的 所有的 菩提罗 他的主因 就是大悲心 都是从大悲心 而生起的 怎么生起啊 因为佛 宣说了 身为独觉的法 才会有身为独觉 佛呢 宣说了这个菩萨的道 才有 菩萨 所以啊 三圣的这些 所有的 菩提心 都是从佛 生 那佛是从哪里 生起的 它是来自于什么 当然是菩提心 对不对 那菩提心 是从哪里 生起的 根本呢 就是在于 大悲心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大悲心 从大悲心 生起佛 从佛 宣说佛法呢 生起身为独觉 菩萨三圣的 菩提罗 所以这一句呢 它关键就是在讲 三层的所有的 菩提心 的主因就是大悲心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呢 唯一要理赞的 对境 就是菩提心 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看看大家 在今天这个讲义里面呢 有没有问题 看看啊 可惜了 我想请问一些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声闻 我看一下 在声闻里面呢 它说有两种的 表述嘛 一个就是从他闻 另外一个呢 就另他闻嘛 那另他闻者呢 它不是引用了 一个金钟 说所作以伴 不受厚勇 那个 这个金钟所说的 另他闻者呢 是讲声闻本身呢 还是听闻 听闻的听闻者呢 就讲是讲者 还是听者呢 金钟所说的 还是这么讲的 就是金钟佛说啊 声闻 他是会 他是为所化 会这么讲 为让所化 这么听闻 怎么听闻啊 听闻的 听闻的那个 那句话是什么 就是有这些话 什么样的法呢 他会说 所作以伴 不受厚有 就声闻 他讲说的内容 他要表述的 那只是一个例子啊 对 那我明白了 因为我当时在想呢 这个另他闻 这一句 他引用的经文呢 他针对的是讲 讲者本身 还是听者本身呢 因为声闻有两个定义嘛 一个是听的 一个是讲的 又从他闻和令他闻 我就理解成从他闻呢 就是一个听者嘛 令他闻呢 就是讲者 令他闻 就是声音的解释 从他闻 就是闻的解释嘛 声闻 闻是什么 从他处听闻佛法 对不对 对 那然后声呢 让所化 或者是让有希求道者听闻 那听闻什么样的法呢 这个声闻啊 他获得解脱 他获得阿罗汉国之后 让其他的所化 会让听什么样的法呢 就是经中有一句啊 我说 小陈的身为阿罗汉 他有时候会讲这样的法 什么样的法呢 所办 什么 所作已办 无受后有 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我明白了 那也解决了我第三个的问题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无色界 声闻虽有此意 那然不为过 这一个 他的理论我是明白了 但是我想就是 展开一下 无色界的声闻 他到底是怎么安利的呢 他 无色界的声闻 到底怎么安利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他是 他是怎么 从他闻和令他闻呢 无色界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所以呢 有人反驳吗 你这个解释是不对的 但是无色界有声闻吗 对啊 无色界有声闻啊 他有声闻 有声闻阿罗汉 对 那应该是回归到 就是那个问大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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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菩萨 哦 没有菩萨 声闻是可以有的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无色界虽然有声闻 肯定有声闻 但是有这个声闻他是怎么安利 就他怎么去 去运 就怎么令他闻合呢 从他闻合呢 就是没有啊 只是他有这个名字 哦 有这个名字的话不一定有这个含义 后面不是做了解释吗 对对对 只是一个名字的解释而已 不一定具备这个含义 比如说无色界的声闻阿罗汉 他名叫做声闻啊 但是有声闻的这个含义吗 没有 为什么 也没有从他闻 也没有令他闻 没有啊 对不对 对 那在这个地方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莲花 对不对 莲花 他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啊 水星 一般我们的概念里面 莲花都是水星嘛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水星是莲花的名字 那所有的莲花都是水星吗 当然是水星 但是有这个含义吗 不一定 所有的莲花都叫做水星 但不是水星啊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明白了 我这个 因为当时我是 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看一下啊 文说 之意真实主 只属于声闻 这一句 可不可以在 菩萨 因为这里文说之意 当然 包括声闻和 原觉还有菩萨嘛 就应该 独觉那不一定 不独觉 因为 他不一定 我这不好说 但菩萨肯定有 是不是可以在最后那一句 菩萨 虽意从佛 听闻佛道 为所化宣说 然 这一句来解释 文说之意 真实 只属于声闻 就从后面那一段 可以解释前面那一句 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从这里来 原文若为 恶者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虽然他没有把这个 什么这个反驳的 情况没有提出来 但是他的后面就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 反驳的这样的逻辑 对不对 对 就前面那一句法华经的最后一句说 引用的最后一句说 事故我等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文说之意 只属于声闻 我看那一句是从哪里先 我再照 不是啊 你说的是 然文说之意 正熟声闻 对 这个地方吗 对 这一句 它是立了一个宗 但是后面呢 它不是有一段说 若为何者 菩萨 虽义从佛 听闻佛道 没所话 虽然说 阳经说 声闻 异曲 但说 彼道 而自身 传不修者 这个后面的一句呢 可不可以解释前面的 那个 阳文说之意 正属声闻呢 可不可以做一个理由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呢 他就说 文说之意 正属声闻 那文说呢 那菩萨他也闻 他也说啊 所以就提出了问题吗 对啊 对啊 那后面呢 所以他就回答了 用后面那一段 可不可以就是 说明了 然文说之意 正属声闻 就作为这一句的解释 可以做这个解释 但是这个地方 他不是在回答问题 那真正的这个反驳 和回答问题呢 就是在第二段 反驳的话 有说 就是有人反驳说 对不对啊 他反驳什么 对不对 就是第三句没有圣字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不同的解释 就是从这里开始 若为何者 从这里开始 就是在反驳 所以从菩萨 从从佛天文 佛道 未宣说 然 就是 虽然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啊 但是呢 菩萨 他不会成为 不会 我们把它说成是 认为是身为啊 那你刚才说的身为 又是会怎么样 一去但说 比道 只是说文而已 但他自身 全部会修 那菩萨是这样吗 不是 所以他不会成为身为 所以在这个里面说的 文说呢 必须要具备建立一个 两个条件 第一 从佛天为 什么呢 就是 妙国之道 然后 自己不修行 但 为大圣的所化 宣说 就是要必须 具备建立一个条件 所以 菩萨呢 他没有具备建立一个条件 所以不会成为身为 但是你说的呢 两个条件呢 就是说 从佛 因为佛法 又为 他人宣说 这个是具备嘛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 文说 不是仅仅有建的 两个理由 必须要加上一个 自不修行 而为他说 对不对 应该有建的 就三个条件 起码 就一个 不是三个条件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吗 那后面不是说 还有一个 就是 要 要 就是连起来 对不对 自不修行 但为他宣说 这个就是 第二个条件吗 也就是说 第二个条件 不是说 不仅仅是为他宣说 不是建的 自身不修行 但为他宣说 这个就是第二个条件 这是第二个理由吗 这个就是 法华经里面提到的 就是 文说的 两个理由 对啊 按照法华经里面说的 此二意 菩萨跟身文 都是一样吗 对啊 所以 没有啊 就是没有 加上这个 自不修行的话 那菩萨身为三身 都是一样 对不对啊 都有这个 文说的这个 名字的含义 有没有 当然有 有 对 所以呢 他就 会反骨 就是建立一个 就是提出建立一个问题吗 对不对 哦 这个明白了 那这里 如果圆诀 就三称的话呢 他 圆诀 他也不会 他也不符合 法华经 讲的 那个条件啊 现在还没有再讲 圆诀 法华经里面讲的 就是你说的法华经 哦 对对对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就是圆诀是有的 一般来讲呢 圆诀非为连转 但是有一些圆诀 还是从我的坐前 会听为佛法 不仅是小胜的法 还有大臣的法 对不对啊 但是他们会去修行吗 不会 那当然呢 他们如果是遇到了什么 希求大臣的佛法的 建的 所化的话 他们还是会跟他讲法 但是他自己不修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贱的情况的 身为 也有独觉 对不对 嗯 但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独觉都是贱吗 不一定 有一些独觉 他完全不愿意听这个佛 我佛的那个什么 我的讲法 他认为啊 他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 他还会发愿啊 我的来生 希望呢 就是啊 希望呢 不投身在有佛的地方 佛出世那个地方 因为如果佛出世的话 他一来 我的这个禅定会乱掉 对不对 他是这样认为的 完全不愿意啊 他投身在出佛的那个地方 所以你说他还会愿意听 我 我那个法吗 不会 你是不是想要说 就是这种的那个 圆绝 对 因为这里讲到说 刚才您说的 就是三层都 都有 就是都有嘛 那然后他在这里举的例子呢 只是说菩萨与声闻相同 那我就想 就是这里好像 怎么不说独觉呢 这样子 所以就是想 就想 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嗯 因为一般来讲呢 独觉我们的概念里面啊 他就是独自生活的 独居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 圆绝呢 就是独觉呢 他有独居 也有群居 就是两种 那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 答案可惜啊 那其他同学 其他同学有没有 请问可惜啦 那有哪些的经典 可以有依据 有一些的独觉 会为 这种说法吗 不是所有的独觉 都不畏众生说法吗 嗯 没有啊 没有坚说法 独觉 我以前的很粗的概念都是 独觉是不畏众生说法的 对对 我们的概念里面 对对啊 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不是简单 不是简单 那如果是简单的话 圆绝他没有弟子吗 从来不会收弟子吗 对不对啊 群居的 对对对 群居的那个独觉 他还是啊 因为呢 跟 就是 一起住 住在一起嘛 所以呢 他还是会有说法 听法 对啊 那他跟声文就分不开来了 为什么 既然他也会为他人说法 那 他又群居 那他跟声文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他好像不用声音说法吗 好像用身体说法 对吧 他不说话 嗯 他们的差别呢 就是从 三个角度来做解释的 但是 这个地方呢 因为坏 要讲的话太多了 那如果你想要详细的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 现观总义的第二评 第二评的 就是现观总义啊 那个里面他会清楚的讲到 就是独觉 和身为的这个区别 就是从三个角度来做解释的 是 就是 就是现观专缘论论的第二评 那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寄宋的话 当然看不出来什么 要去看现观总义或者是现观变形 现观总义比较 比较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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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格西的 这部分真的是 那 就是 行 行道之差别 我只能跟你简单的简单的简单 行道之差别 集资之差别 正果之差别 就是从三个角度来 解释身为独觉的这个区别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那独觉也有群区的独觉他会为众生说法的出处吗 从这个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得知的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里面没有独觉对不对 是没有啊 今天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讲独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就是独觉有讲法的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没有提到独觉啊 因为为什么他不是时候这个地方后面马上就要讲独觉对不对 是所以在前面他不会做独觉的这个警示的因为会重复吗 那你还有问题吗 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那如果就是当下想不出来的话 那句复习呢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写在那个问题 提问档里面问问题啊 也可以啊 可现在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 你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嗯你说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啊 啊好 那就写提问档了 谢谢 对对你可以写在提问档里面那然后我下一堂课 哦 做回答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谢谢 嗯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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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